意大利是小提琴的发源地 也是学智琴的殿堂 原本念企业管理的洪志谦 大学毕业之后是专程飞往意大利智琴圣地 克里蒙娜拜师学智琴 虽然他从小就接触提琴 不过要做出一把好琴 技术和学问都是考验 尤其是在意大利还有语言上的隔阂 如今他经过重重学习和考验 将智琴技术给带回台湾 并且在台中成立工作室 要服务在地民众 悠扬的旋律通过琴声流泄而出 为现场民众献上音乐饗宴 而一首曼妙的乐音 除了乐手的专业外 一把好琴更能为曲目带来加成效果 其实提琴很特别 它所有细节都会影响到音色 但是有时候例如说你 这里不标准这里不标准 但是两个合在一起反而造成好的效果 那很难说因为木头这种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 不像是铜管乐器或者是什么 他们就是一贯化作业 聊到智琴如鼠家珍 每个细节都能侃侃而谈 洪志倩的外表看来年轻 但是却是从小就接触提琴 原本念企业管理的他 在大学毕业之后 还专程飞往意大利 智琴圣地克里蒙娜拜师 基本上意大利比较传统的老师 大部分还是用酒精漆 当然有些会用油性漆 很多种原料去泡在酒精里面 然后去截取出我们要的部分 然后再去做上色的 所以我们上一把琴 其实都需要花蛮多时间的 因为木头稀色的程度 每一个点都不一样 所以很容易会花很多花纹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上得很均匀的话 我们就是必须要很有耐心 然后颜色浅的地方 我们就要多去补 对 但是酒精漆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如果不干的话 你上色其实会造成反效果 所以我们都必须上完以后 然后等它干 或是等它干到一个程度 我们才敢去做下一个步骤 大概的话花多久的时间 大概其实这个要因人而已 然后我这把琴刷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多月 在当地待了五年的时间 克服语言隔阂 将至请技术给带回台湾 手工的东西不是说你看一看就会 你必须自己下去尝试去练习才会懂 所以把琴的好坏 它的哪些是关键 音色还有历史价值 是关键的 即使像你如果说去撞到 有累了或者清头断了 一般的客人就很简单 就会拿白胶 然后快杆去练 那是不对的 那你上这种不正确的交上去之后 后续的处理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你如果说有撞伤 或者是有裂痕的 就是要送到专门的处理 的祭司那边去做维修 乐器对音乐家来说就是生命 而提琴不只是乐器 更是工艺品 专业的养护也就更显得重要 洪志谦选择在台中成立工作室 也希望用自己的专业服务在地民众 久君台中采访报道